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开始吧 好 大家好 第一次做视频评测的时候 那时候什么都没想就把视频发布了 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候做的东西真的很简陋 既没有好的相机 也没有好的录音设备 仅凭一腔热情就把视频给出了 我记得还挺清楚的 第一次听说FVL是2013年上半年 当时准备换手机 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评测 说说这手机哪好哪不好 不管如此 他还说的语言很生动很幽默 不像是一个教科书或者说明书那样 一个很死板的一个东西 更像是一个文科生写出来的一篇文章一样的一个东西 可是观众并没有怪我们的画面差 甚至不清晰 而是把更多的赞美给了我们 我们真的能够做出好的内容好的观点上 而我们的关注点呢正在此 我还是觉得FVL值得能够好 也没问题 但遗憾的是FVL那时候停摆了 然后突然宣布停摆 那会儿还觉得挺舍不得的 有一天回家刷微博的时候 看到了FVL的微博上面在说要招人 我就想与其去到非洲给黑叔叔挥洒青春 为什么不在这儿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呢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说自己想说的话 既有好评去让我收获成就感 又有批评去帮助我改进 让我去选择我也只会选择FVL 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可以说我喜欢说的话 做我喜欢做的事的地方 老实说吧我来到FVL之后 给我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 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我希望能把最好的内容传达给消息 通过视频的品质 细节等等方面 就让他们和我一样 无论别人怎么说吧 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 这样的话没有理由回事吧 一路走来从手机到智能家居 从摄影世界入门到教学你的耳朵 从沙甲邦到FVL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一直告诉自己 同意你做的是一件单单静静的事情 有那么多人支持你 你应该感觉就要了